下午两点半 辽兰主帅郭世强如约出现在东北大学刘长春体育馆 看到自己心中的偶像 现场的小球迷们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非常激动的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郭志导接触 然后呢也是非常喜欢郭志导 在所有的运动中我最喜欢篮球这样的运动性 每次辽宁篮篮就是一赢球 我都心情非常激动 耐心回答现场小球迷的问题 坐镇赛场指导孩子们的训练 对于青少年篮球的训练 郭志导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从小最重要是喜欢 可能喜欢上篮球之后 练了一两年之后 这样带最重要的就是对孩子的这种球性的培养 这种基本的培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辽宁南篮的出色成绩 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篮球 很多家长也把目光瞄准了篮球项目 篮球这种又有集体性观念 然后又能够有一些 对抗啊 一些竞争啊 能够对孩子的性格培养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非常支持我的孩子去参与篮球这项运动 郭世强指导表示 自己虽然有训练任务在身 但只要有时间就一定会走到孩子们中间 帮助他们提高 为辽宁篮球的轻训发展贡献卑薄之力 青少年参与篮球 这种训练就更多 对我们的后备银台 后备银台的选拔呀 就会面会更大 所以我也非常高兴 有更多的青少年来加入篮球这项运动当中 看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 这都是咱们的未来之星 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